本来想着说情绪今天反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就是整个来讲 因为昨天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市场情绪指标吧 对吧 昨天的市场情绪指标基本上就直接干到了冰点 将近4000只股票是下跌的昨天 那么今天肯定情绪上是会有一定的修复 昨天呢我们回顾一下 昨天实际上就是半导地板块给带 这个不是昨天实际上就是新能源赛道给带的 对吧 那么主要就是新能源车了 新能源车的灵魂了 就是那个叫625的长安汽车了 对吧 那么长安汽车昨天跌停 然后那个差不多160个亿的套牢盘 所以我也说了今天 大概就是复制当年的光大证券 我们来看一下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当时也是这样的对吧 几乎这个要跌停 然后穿头破脚 当时的成交量是124亿 然后第二天也是这种情况对吧 第二天也是继续跌 跌完了以后后面还又是一个落实的震荡 虽然你看其实券商板块 如果你看券商板块指数 肯定是比光大走的好对吧 但但实际情这个如果你看券商板块的话 他走的是很好的 但是光大证券的走势要远比券商指数走的差 就这个原因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长安汽车也是一样对吧 那么之前跟大家讲了 实际上新能源汽车 我觉得涨到之前的就是本周的上半段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点上涨乏力 或者说是基本上能够上车的都上车了 还有一个性价比已经变得比较差了 能够想到的预期也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在聊了 对吧 我在这里讲两个情况 因为这波新能源的回血 其实新能源汽车的回血 一方面我觉得是跟政策的加持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为从消费端来讲 之前大家对地产的消费这块信心不足 对吧 所以呢当这个管理层加大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时候 大家都把这个消费复苏 就是对经济的这个修复的贡献度 就全部压保在汽车上 那么全部压保在汽车上呢 就造成其实这波汽车的回血 大家看到很多的融资盘啊 就这种大票对吧 融资盘呢都压在这个 这个汽车这块 信念车这块 不管是上游还是整车对吧 或者是说一些零部件等等 压的比较多 那么 既然这个政策的预期比较好了 就是我们讲的政策的预期比较好 所以呢导致了什么呢 很多的融资盘都在新能源车这一块 那么融资盘其实最怕的就是大幅的波动 对吧 涨的时候当然是助涨 跌的时候就助跌 那除了融资盘以外呢 里面还有很多的量化 所以昨天的下跌更多的 我觉得就是量化情绪的逆转 量化就这样的 就是汤塌觉得不对的时候 对吧 这个量化它就是往往都是比较极端的核按钮 或者说是比较极端的打跌 那么量化这个东西呢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 我们很少看人家提 但实际上量化在这一段时间是非常活跃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龙虎榜的席位 就知道了很多都是量化席位最近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的成交量上来了 所以成交量上来就一个市场 就是流动性越好 成交量越大 量化的 这个我们说 其实它的这个就是 怎么说就是量化的环境也就会特别好 那量化实际上是往往在水多的地方 它更容易做 对吧 就是所谓的水多的地方 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板块 有大的一些这个就是合力的地方 那么量化就如意得水了 对吧 它可以助长 也可以助跌 那么这是从 这个 昨天我们看到新元赛道出现下跌 我觉得量化是其中一个下跌的很大原因 就量化 跌 然后呢量化 导致融资盘的减差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共振 对吧 那么这是从盘面的情况 资金面上来讲 那然后我们讲到第三个部分 就是关于新能源车 我专门问了一下行业的 比较有名的这种研究员吧 对吧 那整个新能源车这一块 我问了他一下这个细分分支啊 这些行业啊的整个估值 他跟我说呢 差不多A股跟港股 基本上都在80到100倍之间 那么如果是80到100倍之间 显然啊 这个估值是偏高的 对吧 肯定不是低的估值 肯定是偏高的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涨到像本周周初的时候 新能源整个新能源车这一块 我觉得性价比就变得差了 因为他的估值偏高嘛 对吧 那你说是不是会突破100 那当然是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涨的时候会涨窝头 但最终他会回来的 因为估值这个东西 他不会不会骗人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估值这个东西 他是死的 他不会骗人 然后呢 整体的估值这一块呢 又是 如果在一个 这个就是赛道当中 那估值本身 他肯定是 随着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市场的 成交量的放大 他的估值可能也会 变得就是我们说 应该这么说 就是抱团的方向 因为有不断有资金 不断有资金的加入 那估值就会被不断拔高 对吧 那站在这个时间点上 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 所谓的叫做估 就是新能源车 估值还能够什么 再扩张的基础 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 就是新能源车这个东西 是国家来做一个政策的刺激 对吧 他有渗透率 而这个渗透率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预期了 只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了说这个预期 他没有实现 跌了一下跌下去了 那么即使现在再涨回来 涨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他这个估值 也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去年所有的预期 那除非后面有更大的 这个超预期 不然的话这个估值很难拔 如果估值很难拔的话呢 那么对于之前 比如套牢的资金也好 一些回血的基金也好 站在当下这个就是位置上 肯定会做一些相应的减仓 或者说是做一些相应的 这个就是对策 对吧 至少是我觉得 从这波反弹的回血来讲 新能源车是绝对非常厉害的 对吧 那你说好不能回去了 那肯定是要做一些相应的 这个仓位的减调嘛 对吧 就是以保证所谓的这个持仓盈利 这是一块 第二个呢 是既然从本轮行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不可能就是继续车一路领涨 对吧 因为它里面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其实新能源车这一块已经涨了三年了 对吧 目前来讲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成长性的行业 能够连续超过三年的涨涨 那么又来到了半年度这个地方 半年度这个地方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我们看到的市场情况就是 进入到七月份以后 市场往往会形成新的主线 或者说有新的抱团的板块出现 对吧 过去两年也是一样 那么昨天的下跌 我觉得也不排除说 有机构调偿换股的这种迹象 因为在普跌的时候 机构是最容易调偿换股的 对吧 所以性价比来讲呢 我个人认为 反正新能源这块短期的优势并不明显 然后呢 从这个本周的情况来看呢 实际上至今已经做了很多的高低切换的尝试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两天对吧 就是因为比如说 灾芯嘛 就是新标嘛 对吧 就是去除了新标 再加上上海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新增的疫情 唐次的开放 昨天尝试就开放 明天可能游泳馆要开放 七月一号以后可能慢慢的这种 就是公共的娱乐场所也要开始开放 对吧 那基本上就回到了一个疫情前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那么毫无疑问 到了下半年 市场的重心也好 或者说我们经济附属的重心又将回到 是吧 首先是内需嘛 所以我们看到的旅游酒店啊 这种技术服务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食品营销啊 对吧 这些娱乐传媒啊 都涨了 那么这些其实就是对于经济复苏 未来经济复苏 是有明显正能量贡献的方向 也是说基本上就是名牌 说白了就是这些东西肯定是名牌 讲都不用讲的 对吧 包括旅游酒店那肯定是困境反转嘛 所以 我这么说吧 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 哎呀 前面六月份的这波反弹啊 我没有赛道股啊 我没有什么这个这个光伏股啊 对吧 好像就是跑不赢市场 但这两天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讲旅游已经不是讲了一两天了 对吧 旅游酒店不讲了一两天了 我认为旅游酒店它是名牌 就是一定会有 只是说 短期是受到了一些消息面的影响 不然的话最慢 七月份也会有行情 不非就是早跟 我在这里这么说吧 呃 你之前有旅游酒店股票的 对吧 就有旅游酒店股票的 你把那底仓拿着的 你最近一星期 那你肯定是跑赢市场了 这毫无疑问 而且呢 你也不会亏钱 比如说啊 像这种是弹性票 可能不一定有 对吧 虚优旅游是弹性票 那如果你有虚优旅游 那就不用说 对吧 肯定是跑赢市场了 呃 高点也就差 可能就差一个掌丁满的位置了 对吧 那当然旅游还没结束 这云南旅游 云南旅游呢 是涨旅游股也会轮到它 涨那个元宇宙也会轮到它 对吧 那最近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两天的高度龙头 可能就是丽江旅游吧 底下上来五天四吧 五天四吧 连续两个一只吧 对吧 那么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 也是 远远 这个跑赢市场 老的 老牌的 国律联合 对吧 也还行吧 反正就也不差 呃 还有个天目湖 吧 天目湖 昨天就新高了 也不差 当然 短期就是 就是有的可能 呃 前面涨的好的 这波涨的弱一点 那前面涨的弱的 这波涨的强一点 对吧 像这种 固定旅游也是新高了 可能就是市值比较小吧 弹性比较好 对吧 呃 这个张嘉健 啊 也也差不多要打前面新高了 那也是一样的 就是小市值 市值比较小 那酒店我就不说了 对吧 旅游酒店这个 酒店是 最近是它涨的最好 因为呃 其实就是低价嘛 对吧 华天酒店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军廷啊 军廷是之前的弹性票啊 就是20% 对吧 老的你看 金铃房间今天又涨停了 那金铃房间 这个今天又是10%的涨停 然后创了上市的新高 看到 不是上市 创了这个最不好行景的新高 创了这不好行景 那我讲了 也想到很多次了 所以 嗯 我们在过去的课程当中 我们在过去的课程当中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你在哪里你尽量就是在一个地方拿着底仓不要来回切 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切的能力你切过去比如说你看新能源车涨的好你怕最近去结果新能源车可要整你把旅游割掉或者说你把旅游抛掉旅游主生了你昏倒 对吧 所以你你只能赚这一部分的钱 谁就是应该这么说吧 除了比较少的人他能完美的切 还有一个就是除非你的资金量特别小 那没办法你就是哪里好去哪里 对吧 不对就把他掉头 一般来讲你就只能赚取这市场的这一份钱 如果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 现在板块正在高低切换的轮动 对吧 你会发现先涨的那些 有人可能先反弹的比较好了 有人可能差一点 那你可能六月 这个中上旬的时候你的账户变动并不大 但是到了六月中下旬的时候 可能你的账户突然之间就开始拔高了 为什么轮到你的股票涨了呀 是吧 是不是轮到你的股票涨了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 既然是这一轮的反弹嘛 到现在就是比如说 这个整体的成交量 大家都是维持的比较好 万亿以上 那资金来讲 从后面来的资金 就比如说 大家都觉得现在没问题 他没问题 后面来的资金干嘛呢 他绝对不可能去给前面的大涨的板块 去这个抬轿子的 那他们就会去找部涨的 或者少还在位置比较低的 对吧 那位置比较低的 昨天的这个地产涨了 对吧 然后呢 今天的这个包括食品 我们之前讲的位置比较低 对吧 食品也上了 这也是消费刺激 对吧 包括半导体 相比较而言 半导体的优势 跟这个新能源来比 它还是 半导体还是长得不多 对吧 那半导体就继续了 还能长 今天半导体长得很好的 对吧 而跟大家讲 你看半导体 我说吧 这半导体你就跟华为的去干 对吧 有华为的 看看 长华光景 天月先进 全是华为 对吧 当然这个 我之前也讲过的 应急性 我们在课上也讲过的 说这个股票 当时跟大家讲的 对吧 至少看是25块 对吧 那 当时是 这一天吧 对上市的时候 对吧 后来跌下去 反上了 先是已经30块 好 应急性 也是很好的 然后呢 斯瑞浦 对吧 斯瑞浦也是华为的 东威半导也是华为的 维杰创新也是华为的 好 你去看 纳新威也是华为的 基本都是华为的 那些长得比较好 对吧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那 反正就是 兜兜转转 都在这一块 好 那 讲到这里 反正我对于新能源车 我再跟大家讲一讲 新能源车 其实它 大家可能 有些不太清楚 比如说 长安汽车 这个什么 那个 小康啊 等等 这些对吧 他们实际上都是帮 华为做代工的 就是华为 可以找小康 也可以找 长安 也可以找 这些代工 对吧 这个代工 这个东西呢 不好说 就是你 除非 就是 除非你的订单 你能够一直保持 但是 有些东西 它跟代工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不是因为 它长得好 我来讲啊 就是 我跟你们讲的 都是道理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逻辑 比如长华光星 华为运用的 这个叫做 汽车半导体 激光芯片的 供应商 这是长华华星 这是华为的 那你知道 我华为 不管是找谁代工 我都用 长光华星的芯片呀 你明白了吧 因为这是我投资的 这是我的企业 华为砍掉手机业务 全力进军 汽车电子 现在大家看到 这威力了 对吧 反正呢 因为我说 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你要 要做半导体 就做客装版的 就做华为的 这个已经 早两个月就讲了 慢点 对吧 至少早一个月吧 就讲了 至于说 谁做到哪一支 谁没做到哪一支 我觉得这里面 有运气成分 对吧 也有自己选择的问题 这个没办法 也不可能说 我天天来跟他 你们全部去买这只股票 这也不现实 对吧 所以 其实我已经把包围圈 说了很小了 因为华为的股票 就这六七只股票 已经说的很小了 包围圈 对吧 那买不到 那就 你也不能怪我 对吧 然后 这个半导体肯定是配华为 你要配嘛 对吧 我不是说你六七只都要配 那你至少配个一两只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吧 然后高的不敢配 配低的 反正你至少这一轮行情 是没让大家失望的 半导体板块也没让大家失望 对吧 然后继续讲 华为的这个半导体 半导体这一块 对吧 然后肯定是华为的这个 找他自己的这个 嗯 投资的公司吗 后面还是一样 那 嗯 从 这个 新能源汽车这块来讲 所以 当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足够的时候 当大家都买了新能源车的时候 那么真正的新能源的下半材就要开始 因为为什么他还进入到应用层面了 这个应用层面就是我们两个叫智能端 智能端 智能端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个人的移动端 就是新能源汽车啊 我们个人的移动端 那以前我们讲的是什么 手机是个人移动端 那未来汽车就是我们个人移动端 那大家想想看啊 手机能不能变成变形金刚 显然是不能嘛 太小了对吧 什么东西能变成变形金刚 就是汽车嘛 所以马斯克说汽车人嘛 汽车人其实就是机器人 又把它转变成变形金刚 这是一种有可能性的东西 那所谓的汽车呢 当然现在我们不是说 哎呀马上就能变成变形金刚了 对吧 但是他整个汽车 将来就是我们的个人移动 这个智能端 对吧 那他能帮我们完成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 真正的 这个叫做 新能源汽车的下半潮 智能端这块 就是汽车电子智能端这块 或者说智能汽车这块 即将粉末登场 或者说已经开始粉末登场 对吧 所以最近长得比较好的 你会发现 除了整车那块以外 气派以外 气派其实也是在智能端前面的 为什么说气派在智能端前面的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百科新财 我举例子 这家公司大家可以看 长得还可以的 百科新财 长得还可以 那他是做什么的 嗯 对 他实际上也是做汽车的这种 就是材料的 汽车材料 那么在新能源端这块 其实 这个还不是 看一下是 不是这家 这家 伯利特 伯利特 他也是做这个新能源汽车 这个材料的 其实就是做新能源汽车的 这个就是 零部件嘛 对吧 那么 伯利特这样的公司 那么在老的就是我们讲的 兰油汽车当中呢 嗯 他没有什么占比的 但是新能源的车 就是 你就要用他的东西 那么这就变成 他就是一个增量 对吧 所以他就是一个增量 所以整体来讲 你看股价的反弹 也是很凌厉的 那我讲这个事情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有很多气配 为什么 前段时间长得好 是因为 新能源车 他用的材料 跟 有的可能跟 呃 包括内饰材料 很大程度上 是跟燃油车不一样的 他的设计端 他的这个运用端 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这块 比如说以前是没有 智能做舱的 现在有智能做舱 那智能做舱的整个的 呃 装饰 整个的这个零部件 可能就跟传统的 燃油车是不一样的 那就你 这就是增量嘛 对吧 当你有了增量的时候 那 毫无疑问 七倍这块就是 很多的股票的业绩 就会有保证 那么他们实际上 是跟整车同步的 然后更 唯一跟乘车不同步的 就是他的下半场 就是 其实就是 汽车电子这一块 对吧 我们又叫做 新能源车的智能端 智能化 所以智能化 随着新能源车的 渗透率不断的提高 最后这些智能化的东西 就是场景的应用 才会产生什么 巨大的 这个 呃 变量 或者说是才会让 整个这些企业 能够有附加值 啊 就是 盈利 有拐点 那么 现在正在 这个叫做智能端的 这个路上嘛 就下半场的这个路上 所以 如果说你要让我选的话 我后面肯定是 不看好政策的 我肯定是要选 这个 新能源汽车的 就是智能端 那智能端这块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汽车电子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人工智能 啊 都可以 对吧 它有很多的品种 是相叠加的 相叠加的 那么这就是 我们讲的 未来的一个 变量 包括下半年 就是已经进入到 明天就进入到 下半年了 对吧 进入到下半年 我 我觉得科技端这块 汽车电子的发力 应该是相对来说 嗯 比较确定的 就科技端这块 半导体这块 为什么首选 就是跟智能汽车 相关的呢 对吧 比如说 这个688要 聚光科技 对吧 最近涨得也不错 那其实它就是 华为投资的 那个叫 激光雷达 对吧 那这些东西 其实将来都有 应用到 我们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当中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近 大家发现一个情况 就在这个 呃 半导体板块当中 涨得比较好的 都是跟智能汽车 相关的 或者华为系的 那 这块来讲呢 以前我们在半导体 为什么一直讲到 半导体 上芯片的时候 机构 懂总 或者说市场 不能说机构吧 市场总是把它 比喻成渣男 其实并不是 它想做渣男 而是在半导体领域 我们跟欧美 包括跟日本之间的差距 非常的大 比如说材料 日本比较领先 往往会被别人卡脖子 然后呢 一些设备 对吧 又会被美国为首的这种 国家卡脖子 那个比如说 阿斯曼 对吧 就是大股东西是美国的 那你光刻机拿不到 你就不要想有什么 制造芯片的可能性 对吧 所以包括一些材料等等 包括现在我们光刻机 要自研等等 对吧 就很多 那么 其实在这个 芯片制造的领域当中 中国的企业是属于 追赶者的角色 并不是领先者 所以呢 而且一直会受到牵制 华为因为没有芯片 对吧 华为因为没有芯片 砍掉了手机业务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 对啊 就看得很清楚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科技股总是被 市场 称之为渣男 就是 福布吉拉斗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变量太大 就不确定性太大了 你看着它很好 说不定哪天被人家制裁了 又全去覆没 对吧 但是呢 新能源车都不一样 首先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 你说 特斯拉领先 但是中国的这些 对吧 理想啊 蔚来啊 小鹏啊 这个这个 比亚迪啊 等等啊 这些对吧 其实跟特斯拉 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你说即使特斯拉领先一点 也领先的并不多 而且我们完全能有 有自主的造车能力 不需要看别人的颜色 就是啊 你不给我东西了 我就造不出这辆车了 没有 对吧 车柜级的芯片 也不需要像电子芯片那么小 对吧 完全是 可以搞 那么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它能光伏 光伏 的 我们是全产业链 对吧 呃 技术水平全球领先 欧洲北美地区 都是要靠我们来出口 所以呢 这就是确定性 就这两块是有确定性的 那有确定性的 往往是机构的首选嘛 因为机构 不想做没确定性的 既然我们这边是有确定性的 那就确定性 所以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其实 这个板块 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么站在未来的下半场 就汽车电子 新轮汽车的下半场 那我觉得汽车电子的确定性 其实远远要比 纯粹的半导机要来的高 所以汽车电子 叠加人工智能 将是今年下半年 机构有可能要换赛道的方向 就每一年的七月份以后 机构都会换赛道 也就是说 抱团会 换一个 这个 赛道 对吧 或者说抱团的方向会有变化 那现在来讲 因为只有 呃 人工智能叠加 这个汽车电子这块 这两 就是如果两项叠加的话 它的体量是足够的 它的体量足够 可以跟 就是去年的 新轮汽车道去批免 也就是说 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进入 因为光人工智能一个板块 它的吞吐量就是千亿级别 所以这块来讲 我觉得下半年 这是大家的重重之重 这是一点 那么下半年还有什么呢 下半年还有的就是 旅游 酒店 你看酒 食品 那我们之前讲过说 酒市消费之王 对吧 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酒 今天的酒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就是消费之王吗 之前我们说过老白丹酒 对吧 你等 因为它之前跌是因为分红的原因 红完红 业绩又很好 咚咚咚又可以上去了 又可以上去了 那么 酒市消费之王 进入到比如说八九月份 往往都是消费的旺季 对吧 然后食品饮料也跟上了 最近我看了 那个叫什么 哪怕是那个叫什么 八笔食品 对吧 举个例子 八笔食品 八笔食品 你看今天涨的也很好 对吧 八笔食品 整个的疫情影响也比较少 然后呢 最近又单品提价 所以这些其实 后面都会慢慢的走出来 对吧 然后 最近我们看到什么 像一名食品 短今是连板了 食指比较小的 对吧 连板了 然后呢 这个 西麦食品等等啊 对吧 这个是业绩非常好 昨天一直 这个跟大家讲过了 交过了其实 就是你去看业绩好的 一支板 对吧 那么后面能上的你就上 今天是这样 给你上车机会的 对吧 位置还行 业绩比较好 重包业绩 那 同时讲一个 超 天滑超近 对吧 那为什么天滑超近 已经没有20厘米了 因为天滑超近的位置比较高 位置比较高 虽然它的中暴业绩 也是有900%到1000的上涨 但就是这个可能位置比较高吧 资金还是比较犹豫 对吧 那么这种呢 就是稍微放低点预期 我觉得可能涨还是能涨 但就得放低点预期 好吧 这是额外的 就是刚刚讲了 那个中暴业绩的事情 对吧 然后你看 整个都是食品这一块 对吧 零食啊 调味品啊 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预制菜啊等等啊 都都涨了 对吧 这就是对于 我们讲的疫情 复苏的一个 市场的整体反应 再加上呢 本身 他们的位置 相比较新能源赛逃 他们是低的 对吧 当然就能够轮到他们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跟大家讲讲医药 今天也讲一下医药 包括医药 这个保健啊等等 你看位置都还很低 那我们就讲一下医药吧 包括CXO题材 对吧 医药版本今天也涨了蛮多的 那么 医药是在 整个 今年上半年 应该这么说吧 医药在整个今年上半年 被机构 这个 减得非常厉害的 就是 嗯 之前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医药板块 医药跟消费这两个板块 是能够穿越牛熊的 但是整个医药被减得非常厉害 就是被机构压 压压得非常厉害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对在机构的仓位里面 医药变成了低配 它并不是高配 那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 医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你们知道医药的这个逻辑 是不会变的 因为中国整个 整个人口 技术放在那里 它不会变的 那么什么时候 当某一个曾经被 这个机构 这个重仓配置 现在变成低配的东西 那毫无疑问 因为你变成低配了 它一定是减仓减了 减了以后 整个医药股的估值就下来了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最好的投资 此机来了 就当医药股 当好的医药股被低配 你们自己去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恒锐吧 恒锐吧 我们就拿龙头来讲 恒锐医药 对吧 高的时候 估值 八十几倍 现在你看 砍到 只有二十几块 对吧 从九十几块 干到二十几块 恒锐医药还是 还是 王者嘛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三月份的 可能到半年报的时候 你会看到 基金的持仓更低 对吧 持仓会更低 就基本上砍了一半 砍了一半 那我们就拿恒锐医药来讲 砍了一半 那这就是 你要做长线投资的机会来了 为什么 等到他们慢慢回补 慢慢回补 慢慢回补的时候 股价就上去了 那你就获利了 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机构的仓位 他所谓的叫做调仓换股 我们一直讲调仓换股 他实际上就是减点那个 加点那个 对吧 那么什么东西被他减了 就减到不能再减的时候 就是最低价 或者最好的时候 你去做投资就行了 因为这些都是名牌 你说恒锐医药要倒闭了 要不除非他有什么重大的 基本面不确定 行 不然的话他不会 对吧 老大还是老大 市场地位放在那里的 那么也就是说 变异888剪掉 你剪完了以后 最重 其他东西就是水满会溢出来 比如说新能源赛道溢出来了 吃钱 他又重新在医药里面 888夹 然后把新能源赛道往外剪 对吧 他比如说就这点钱 他就在这里面倒腾来倒腾去 那么什么地方低了 你去买 总是对的 哪个地方高了 你去抛也是对的 就他的磁场越来越高 那个地方就超配超配超高 最后他不能配了 那就是到底了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能不能明白 所以站在未来一到两年的周期来看 现在医药股的股指是合理的 或者医药股现在你去买 不会输钱 那你要跟我说短的 我没法跟你说 对吧 你说我买了 明天就要涨了 后面就要翻倍的 那我没法跟你说 但现在站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跟你说 相对比较长的 那医药股可以了 对吧 可以了 就是你可以去配 所以我就举了个很累医药的例子 对吧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是 我又比较有把握的是什么呢 艾美克 对吧 这是我讲的吧 就是这个是医美的 为什么先选医美呢 很简单啊 医美也是消费啊 对吧 他最快速呀 公司又非常好 这个 整个来讲 整个比如说艾美克的业绩证数也很好 那当然他能回去啊 还有个是什么 贝胎尼 对吧 这个是跟大家之前就讲的 就是这两个都很好呀 都很好呀 那么就 你实在不会选 那就医美了 对吧 就医美了 那就在医美里面做 也可以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 这个这个 比如说 25648131的这个 浩元1 对吧 这个是 这个这个叫什么 嗯 C超的 做C超的 对吧 也是 C超的小龙头 那位置也比较低 那长线来讲 也可以配了 对吧 逢低去配 你不急着说 我要一天买完 嗯 他跌的时候 你去配 对吧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我也不多讲 对吧 我也不去讲很多东西 老牌的 像什么泰格啊 这些 这些都是的 应该慢慢都在回去 那 整体来讲 我觉得没啥问题 就没啥问题 现在你去 这个 慢慢配医药 肯定是不吃亏的 肯定是不吃亏的 好吧 这个是从医药的这个板块角度上来讲 然后呢 呃 旅游酒店啊 这个呃 旅游酒店啊 机场运输啊 物流 呃 仓储物流啊 那 因为我说了 我们没那么多的钱 你不能什么都搞定 什么都来 对吧 那怎么办 就一种了 猛攻旅游酒店了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明白吗 你看每一次涨 是不是旅游酒店涨得最好 我 这个 因为这个事情 我不是第一次讲了 对吧 所以我说你如果听我的 当时配着旅游酒店 拿着底仓 做叉价 做到现在 你的收益并不差 对吧 因为我们 呃 当然不是我们这里的啊 就是其他的地方 有一个 当时旅游 呃 因为不涨 扔掉 对吧 去追逐其他的所谓的什么牛骨 结果呢 两边挨巴掌 对吧 就是很多事情 我觉得呃 对我 我们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了旅游板块 当时说旅游的主生来在下半年 现在大家看见了 对吧 我没瞎说吧 但你说我也不是神 我不可能知道 哎 旅游啊 6月28号启动啊 6月27号启动 我有这个水平啊 不可能啊 但我知道了呀 对吧 当时跟大家说的 暑期党 要不就疫情结束 当然这是 主要就是灾芯啦 这个上海的唐次开放了 对吧 那就底线启动了咯 如果上海的唐次开放是7月份呢 那就7月份了呀 对吧 灾芯是7月份呢 也就7月份启动了呀 旅游 所以 跟大家讲的 对吧 旅游最终的 你不要以为旅游结束 没有结束 因为为什么 一个中长期的逻辑 它需要什么 从困境反转 转变成 要做什么 叫做业绩反转 现在看到业绩反转 还没有了 他们的业绩反转 可能在年报 那有意味着 三季度还能搞 对吧 所以就不是说还能搞 就是你还能来回的 跟他去做 对吧 他现在根本就 不是说结束了 对吧 因为业绩还没证位了 大部分的时候 是业绩还要证位 所以旅游这个东西 旅游酒店这个东西 有可能会超出 你们想象 里面会出妖骨的 最后你出了个大妖骨 你看都看不到 我早知道 没有早知道 对吧 就实际上就是认知的问题 你当时的时候 你想过这个事情 后面会发生了 能不能拿得住 对吧 所以这是旅游酒店 那光伏会比 我个人认为光伏会比 这个新能源车好一点 因为光伏毕竟还有 欧美地区的北美 跟这个欧洲的订单的超预期 所以光伏我觉得 其实今天你们看吧 光伏的修复也是比 这个 政策来的更好 大家可以看电器设备 大部分就是光伏 会好一点 对吧 布德维亚之类 运达之类都是光伏的 运达就是说 这个海上风电的 对吧 修复的都比较好 那么我也是 这个这句话吧 反正我觉得像 克斯达这些都是 对吧 光伏的一些 储能的龙头 那光伏后面 应该还可以的 应该还能走走 对吧 但是新能源车 我觉得就算了 新能源车就算了 好吧 就是这个 这个是板块 那板块里面的券商 我们说一下 券商今天是助攻的 华欣又涨停了 对吧 那么券商助攻呢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为什么就是每次 比如说要出3400点 他要来助攻一下 对人器有很大的帮助 整个的券商 对人器比较有帮助 但是券商走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 现在不强的原因 就在于 他就是慢慢慢慢上 对吧 慢慢慢慢上 这是比较好的 如果券商再出现急拉 那就又这行情的 第二段也走完 没了 所以最好 后面要看到券商急拉 然后券商没急拉 保险也没急拉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保险也没急拉 银行也没急拉 现在很多人讲银行 这个你看 这个PB很低 然后怎么怎么样 对吧 最好不要急拉 急拉就短命行情 对吧 这个大家都懂 因为急拉你要耗掉很多的 多头的能量跟资金 托底的基建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建筑 下半年我觉得会发力 就是我说了 我也不是神 我不知道他哪一个地方动 但总体来讲 就是资金高低切换的时候 他肯定会动 对吧 那昨天动的房地产 今天基建一半半 因为今天是 就是点亮 一万一千多亿的成交量 对吧 比昨天的量还小 那今天新能源赛道 最快有分化 就是这个汽车有分化 但是呢 这个叫什么 半导体板块 顶上来了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科技板块 你们的半导体 还有5G 这个元器件也顶上来 那还行 然后呢 今天软件厂 那么软件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情况 软件有个情况 第一个我觉得 呃 元宇宙概念 肯定还是软件里面的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数字经济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吧 呃 后面还是值得看 第二个呢 是呃 软件往往有可能 在指数震荡的时候 它会表现得更好 而不像今天指数的 直接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啊 弱转强或者说是强势的反弹啊 那么收回收回差一点 当然 大家可以看一下软件的位置 对吧 也还行吧 就是我不认为很高啊 整个的软件 也 嗯 后面机会蛮多的啊 后面机会蛮多 那在这里跟大家去 那我上次举了个例子 对吧 就是比如说30081 对吧 如果我说你去套利 我们在这天讲的嘛 对吧 那第二天就是 嗯 一度 这天呃 一度涨了7%了 对吧 差不多 啊 像6点几 对吧 然后今天早上也有一个冲高 对吧 这只是我说套利啊 你就是完全套得到的 对吧 我没下说吧 关键是什么 他还没发力 因为他现在在零轴下方 如果MACD回到零轴上方了 那就这种阳线来了 对吧 你看 是吧 啊 所以 原宇宙概念 也不用急嘛 对吧 就是能套利的 你就多多套利 你不想做套利的 等等也可以 对吧 好 那还有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软件里面的 浪潮软件 平台整理 对吧 平台整理啊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发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但是有可能随时随地爆发 这就是平台整理 软件里面 对吧 这个就是数据中心啊 这些东西 云机上啊 对吧 大数据的 来看一下 抽码 看到吗 单攻秘籍 看到没有 那看前面的啊 前面的这些跌下来的时候 对吧 很粗的 对吧 就不行啊 抽码就是很闪 很闪很闪 对吧 这也是不行 头头脖子太粗了 就是上面这个脖子太粗了 对吧 是吧 脖子太粗了 到这里呢 看到了没有 完美了吧 有点完美了啊 也不算很 还不能算挺完美 要再长一点 这根针再细一点就好 我举例子啊 再说一下 我举例子 这个不是说我要让他去买这只股票 我只是跟他举例子 就是 你知道这根针越长越细 爆发力越强 好吧 特别在 偏低位的时候 地方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你说他跌也可以 长跌也可以 对吧 如果才出现在这种位置 那出现在这种位置 当时出现在这个位置 你看 其实缺点就他上面太粗了 但是呢 这根针够细 所以你看到吧 看到了没有 轰轰轰就上去了 位置 位置决定了 好吧 那么这些实践都是做做补兆 我觉得风险小 收益不 不一定差 收益 我们就能跟大盘比 肯定会比大盘走得好的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 这个 就是没什么 这个 意外的 肯定会比大盘走得好 对吧 然后呢 旅游跟大家说一下 旅游后面还会换龙头 旅游还会换龙头 近期的龙头就不用说了 就立将嘛 对吧 后面可能还会换 尽量往 所谓的换呢 就是尽量看低价的 价格比较低的 容易变龙头 有长白山啊 这种对吧 你不知道他后面 是不是来变龙头了 价格 位置决定 它有很有可能的 因为资金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后置后置后借资金还没弄 先刀建厂建厂 后面一切换 啪啪啪啪 长白山拉两个掌听吧 对吧 就找这个价格偏低 尽量市值小一点 价格低一点 容易少 你看这两天包括张家界为什么这么早 价格低啊 对吧 那云南旅游也价格低啊 桂林旅游也是价格低 都很低的 价格都很低 对吧 价格低呢 有群众基础 拉起来容易 拉起来容易 好吧 其他 最近的石油 煤炭这些 我觉得后面也有机会 但短期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最后 最后啊 最后说一下大盘 说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的反弹嘛 对吧 就很强 基本上杨包音 杨包音的反弹 因为我昨天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 收购了 我说大盘有可能会走出这种图形 什么图形 就是在2440后面的这个图形 这一段 昨天就讲了啊 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 我说昨天的K线 大家可以看啊 昨天跌下来的K线 我当时说的 昨天跌下来的K线 有点像这里 就是2019年3月8号这根K线 我说今天有可能会走成这根K线 目前看很像 昨天也是补掉 当时也是补掉了这个缺口嘛 这个上涨缺口 连续带着缺口往上攻的嘛 就补掉了 对啊 补掉了以后 但是很可惜啊 上涨今天还没有 还差了两个点 对吧 所以时间最补掉一下最好 那补完了以后呢 因为明天嘛 明天7月1号比较重要 我觉得7月1号明天比较重要 指数应该明天是震荡 就是既不会大涨 也不太可能大跌 对吧 就我说 我应该这么说 大涨的概率也不大 叫大跌的概率更小 可能就是震荡 实质性的概率偏大 那大家都知道明天7月1号嘛 对吧 什么意思啊 就我们的习主席已经趁专列去了这个香港 对吧 所以明天应该是稳定嘛 那么如果明天稳定 市场成交量还是偏小 就只有1.1万亿左右 那不排除就是7月份的前两天 有一天可能还会踩一踩 就再震荡一下 就明天不能够 比如说明天不能够有效收复3000 或者这么说吧 我先把这个讲完啊 那这个K线有点像这个对吧 就是像今天这个 明天可能再冲一冲 那后面又要震荡一下 震荡也有可能是平行震荡 也有可能回一回震荡 然后震荡完了以后就开启这一段 这一段完了以后可能没有这一段了 这一段可能没有 后面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震荡再向上到这里 7月中旬 那到了7月中旬大家稍微小心点 就7月中下旬要稍微小心点 因为为什么呢 当指数这是第一次大幅震荡 往往都没事的 我说了第一次矩震都没事的 都会慢慢修复 对吧 等到出现第二次的矩震 比如说下周还有一次矩震 第二次矩震再往上拉拉拉拉 到第三次这种矩震 比如说类似这种矩震 再出来再上去修复 就没了 一二再三 就不能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出现三次矩震 比如说哎呀又搞了几十个跌停板了 那种到了尾端 两到三次的矩震 你就要注意了 就基本上结束了 你要知道这个行情 因为正常的行情不会老是矩震的 矩震就代表了筹码的交换 有人走了 有人来了 对吧 那高位的有人减了 那减完以后呢 他还要 他们一次减不掉吗 那怎么办呢 他还要让更多的人觉得 没走完啊 你再来啊 对吧 他还要往上走 人家减掉的人后悔啊 哎呀 我再追回来 那实际上就是 他在高位会有两到三次种矩震 就是跌下去 对吧 然后8888收回来 正确很强 这种收回来 但收回来就是缩量 那你就知道差不多了 你就知道 然后你看看 到顶部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这种K线 就是涨不上去了 对吧 一般来讲 我昨天也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 说一般比如说 当你看到这根K线的时候 就已经把阴线都吃掉了 那它应该是什么 在涨了 应该要突破新高了 如果说这种大阳线后面 连续三天不能突破新高 你就要走了 为什么 这就是要掏人了 就有点像 明明你已经进攻了 你已经赢了 你居然不进城 那就有问题了 对吧 你明明把层次攻下来了 那你已经攻到这里了 你不上去 那就有问题了 我这样说 大家就是能明白了 对吧 现在还是在这里 还没到 但这一段不一定会走 后面可能就是走成正常一下 还是往上走 然后慢慢上去 那么最后 他肯定还会有加速的动作 就是像这种还会有加速的动作 甚至还会出一个调控缺口 那再出现调控缺口 再矩阵一次 再拉回去 不创新高 那就基本结束了 就这一段 可能行情就要结束了 就要 就要 我们说要休息一段了 那时间反正就只在七月中下去 好吧 那这是从指数的层面上来讲 指数层面上来讲 那接下来进到七月份 一个是松爆 一个就是注意一下板块的高低切换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肯定是资金切的比较多的 对吧 一个是汽车电子 就是汽车半导体 芯片 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跟消费有关的 旅游啊 酒店啊 酿酒啊 食品啊 这些都是的 对吧 那么如果市场有震荡 我说了 就是指数比如说有震荡 有回调的时候 往往软件板块 或者说是元宇宙啊 这些数字经济啊 这应该会有表现 因为毕竟他们在这一轮行情当中 整体的表现还是差的 从雨露均震的角度上来讲 他们随便怎么样都会补涨 好吧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反正现在上阵 还是带着两个缺口了 还是带着这两个缺口了 对吧 在网上如果再带一个调控缺口 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然后生成只能 因为昨天补掉了一个缺口 对吧 现在也只是两个 补掉了一个缺口 那就越慢慢往上走越好 就是不要再出现第三个缺口 第三个缺口往往就意味着就是 最后的加速率决缺口 这是不好的细想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